由社会局委托唐氏基金会所设立的林口文化小座所就在新北特教学校内 虽然林口小座所主要是以贩售手工香皂作业为主 但平时更是创造多彩多姿的休闲活动丰富身上青年的生活 由社会局委托中华民国唐氏镇基金会设立的林口文化小座所 就在新北特教学校里头 虽然林口小座所主要是以贩售手工香皂作业为主 但平时更安排了多彩多姿的休闲活动丰富身心障碍青年的生活 所以在课程的设计上我们就会比较以像人际互动或者社区参与 希望能够让他们就是透过这些课程融入社区 然后再搭配像园艺治疗的支持活动 希望他们可以在情绪舒缓上面会有比较多元的管道 那休闲生活提升的部分我们就安排了蝶杯的社团活动课程 园艺治疗课程可以作为身心障碍朋友 情绪抒发管道 今天的主题彩绘石头是美化盆栽扑面石 老师来特别训练身心障碍的青年们以蓝色为主 彩绘出不同颜色的蓝 创造出蓝色渐层的扑面石 彩绘石头的活动可以说是相当疗愈 可以训练他们的认知学习 训练他们的细动作 然后训练他们的身体的协调性 然后训练一些日常的生活功能 另外蝶杯课程也相当有趣 许多身心障碍的青年 几秒钟就轻易的将蝶杯排成金字塔 或是其他形状 经过训练 每位身心障碍的青年都可以轻易的操作蝶杯 手远协调 动作敏捷上也有所成长 那在他们生活上面也有很大的帮助 林口文化小厕所透过精彩的修行活动 让身心障碍的青年朋友来到小厕所 不仅仅只有手工造的作业工作 更能够陶冶身心体验生活多元面向 丰富生活 以上新闻记者林郑杰林口采访报道